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了个护轴跑路 然后这边红蝶CD好了 再飞 依然没有回头 好的 又选择回头绕了一下 拉了个护轴跑路 下了个反子 很好地阻断了红蝶的飞 再拉了个护轴 现在傭兵手上只剩一个护轴了 这边选择 翻了一个窗户 没有打到 红蝶着急了 这一下又拉了护轴跑掉了 好的 现在傭兵成一个新玩儿了 看一下这波红蝶选择死住 傭兵还是好像要换人了 可以 他的目标应该就是为了吃掉傭兵的四个护轴 然后这边选择进一下无地点的废墟找人 哎 发现了一个小祭司 打了个警告 钻警告 下了个板子 选择回头 可以 这个祭司非常的人性 一看就是遛过红蝶的人 再打个警告 哎 这个翻窗 我吓死个人 要飞了 哎 没飞 对不起 哎呀 进医院吗 这边要飞了吗 Bug飞了 卡一下 这边 板子先不下 继续卡他的这个走位 想闪 这波闪 闪到了 把这个祭司给闪蒙了 不知道去干嘛了 这个 哎 这一波 可以 这个警告非常的灵性 前面有个板区可以转下点 看一下这波 哎 这个板子 没有砸 哎 这个 可以砸到 这个是砸不到的 没有选择转点去医院 选择在这边板区绕下 应该是走不开 没有警告手里面 震慑了 呦 妈呀 这个都敢翻 我这刀都没打到 不会吧 这是 这个 当面 警告 当面 这 哎 这狐狸开始疯狂的 吹打空气和招齐了 这 哦 刚刚那个翻板 哦 这个 这是怎么 他们两个开始疯狂的 和空气对打了 冲点选择不飞 选择直接平A 好的 这下应该没了 哦 这下又活了 好吧 那警告CD应该好了呀 哦 终于打到了 不容易 余兵过来救人 救下来了 看一下这波鸟 能不能灵性 这边选择医院里面追祭司 是有一个 这是一个有梦想的红点 哦 他的目标不是为了追祭司 原来是为了落地双刀 打余兵呀 这波操作真 简直是 太秀了 出乎我的意料 看到祭司有鸟 这边直接选择不追 这边 把鸟的时间卡得刚刚好 祭司打倒 而且直接打心脏了 他们这波配合简直是 我的天 天衣无缝 好的 这边选择打了一下墙 咦 佣鸣出现了又一个互动 难道他翻了箱子 佣鸣怎么又一个互动 这边选择垂打了一下木板 收了一下木板的藤岸 好的 这边选择 他好像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干嘛了 这边选择继续抓佣鸣 可以 这个落地双 打不到了 疯狂的吹打了一下空气 佣鸣在挑衅他 一个闪现 打了一个墙 很秀 可以 又吃了一个板子 他选择服务系 不不不不不 他选择气球刀 哦 原来这是个佛系红蝶 哦 原来如此 好吧 好吧 那这样的话 他前期一系列的操作应该都可以理解的 只是人家是个佛系 人家只是不想打你们 好吗 然后他在弄出来 你好吗 哈哈哈哈